布团长好 走走走 中阅两星期 郭立昂头一次以国防部长的身份 来为元会彼顺 今年这个校庆所取消联兵旅政部 以回归这个战讯本务 看起来是一个蛮好的开始 那想问部长 就是针对这一个部分 提政部这件事情 目前来讲规划是什么 联兵旅的部分 本来有六个联兵旅 各派一个连来参与 这一个皇府百年的校庆 那这个部分我将它取消 让联兵旅回到他的战讯本务 之前就已经 他们已经训练提政部有好几个月了 那我想我尊重原来 邱部长的这个决策 不改变他 但我现在要求他们 就是说以后呢 我们就以起步的方式为主 如果出事 未来不保护情学生人设置部 郭立昂又说 过去为了保密奉托 和这个军林军官出国路由 一定就要有路行团 现在也要出销 但是的家庆官兵队 欢心头的意识 还有过去这几年 両方关系坚重 洋区正副主管 不得当时理论休假 这也要改读 说一切都以实用行为主 这个其实在邱部长那天就已经开始在检讨了 有新的气象 民視新闻中华报导 国家在精彩新闻 请下载App 订阅民視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